现在当下都其实已经有点气到说不出话来了 因为就是觉得你怎么会发生这么扯的事情 即便过了三天A先生语气还是愤愤不平 下大雨还得饿肚子 就是因为碰到餐厅乌龙事件 A先生与三名友人 25号向一间知名寿死烧的开封店定位 到了现场却发现门口贴着 员工旅游暂时休息的公告 欣赏可能自己定错间分店 赶紧打了电话给附近的古停店 店员回应确实有定位 为了不错过时间大家马上移动 随后A先生一行四个人 又紧急来到了附近的古停分店 没想到门口同样也贴着 员工旅游的公告 等同他们这顿晚餐连续 扑空了两次 当下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直接打电话过去说 所以你们到底是哪一间店 然后他才说是大纸店那边 帮他们接电话的 但我们在定位的时候 大纸店店员都没有特别提醒 我们这里是大纸店 其实消费者没记错 确实订了开封店 但因为两间店都去员工旅游 电话才会转接去大纸店那头 A先生不满 当时下大雨 同行有人 有人搭车 有人骑车 被迫改到十公里远的大纸用餐 当打机车车 那些已经花了很多车费 还有什么 就想说这个成本已经花那么多 那干脆就算了 就不要吃这顿饭 我觉得他们可能 事先在Google Map上面 可能就要有一些公告 或者是他电话 可能就直接接起来要说 你好我们今天这边是大纸店 实际打开官网 确实有贴出公告 但脸书粉专 从2021年就没有更新 餐厅表示已经联系上客人 进行后续处理 未来也会加长教育训练 只盼积极上后 能够让客人弃销 好好大袋美食 TVBS新闻商务 请许云亭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 modal